大家好,我是殿下 我知道我的觀眾 大部分都是對廣東話有興趣 想學廣東話的人 今天我有些資訊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團隊用我們教授語言 學習語言的經驗 針對坊間教材 語言課程所缺少的盲點部分 設計了一套 暫身的廣東話啟蒙課程 無論你是打算由零開始學廣東話 還是學了一陣遇到樽頸 覺得氣餒 甚至是學了很久 仍然對自己的發音語調 不滿意的學習者 這套課程都絕對適合你 六個星期的課程 包括六堂課和兩個測驗 你不只掌握到基本的十九個聲母 五十六個韻母和九個聲調 我們還針對廣東話學習者會遇到的大春頸 以國語為母語人士最難掌握的五大韻母 教科書不會教你的七種變音和十種變調 說話生硬不自然的根本性問題 提供全新的學習方向 讓你突破難關 而廣東話歸為漢語族的一員 我們利用大數據 比較了五千個漢字的廣東話和國語發音 歸納了接近四十個廣東話和國語的對應規律 只要你懂國語 你就擁有可以快速掌握廣東話的優勢 而我們當然會毫不保留地把這些秘密傳授給你 我們的全廣東話售貨 配合特別為你製作的三字幕呈現方式 你不只可以在我們接受某個課題時 學到某個課題的內容 因為我的每字每句 每種語氣的表達方式 都是你的教材 發揮出每堂教學影片的最大價值 這個就是新式語言學習 超越傳統語言教學的最大好處了 而我們檢視過很多坊間的教材和教學 都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太依賴情境教學 一來這些情境都是以在香港生活的情境為主 麻煩,我想剪頭髮 你想怎樣剪啊? 你真的對這些情境有興趣嗎? 二來這些情境對話普遍都超乎現實 你好,我叫做山本尤美 你貴姓啊? 我姓王,叫做子明 他是我的朋友 你聽過有人這樣介紹自己嗎? 我們團隊認為 每個人學廣東話的原因不盡相同 興趣各異 如果你學到的東西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這種落差感很快就會令你放棄 這個是我們作為廣東話推廣者最不想見到的事 所以我們會把重點放在廣東話會話裡面最常用 對於理解句子意思最重要的語句上面 培養一種無論你的興趣是什麼 是喜歡去香港旅行也好 喜歡看港劇講戲也好 就算是喜歡香港明星藝人YouTuber也好 都足夠讓你開始享受廣東話的基礎能力 所以我們分析了超過一千句廣東話對話 歸納出二十二個最常用的廣東話文字 十一組最基本的句型 和五個廣東話裡面最有代表性的語氣助詞 助你打開廣東話的大門 然後在課程的最後一課 我們還會提供可以給你自我吸收 令廣東話持續進步的十一類網絡素材 去培養你的個人興趣 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講過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一位著名的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講過 學習的最大動力 去對學習材料的興趣 幫助你入門 破除你的難關 培養你對廣東話的興趣 這個成為了我們課程的最大宗旨 而為了保障各位學員得到充分的支援 這套課程我們只是接受三十位報名 我們對我們的課程非常有信心 設有中途退出的退款機制 被你不問原因隨時退出 只是不知道推廣期間幾時完結 各位對廣東話有興趣的朋友 請按進去下面描述部分的網頁連結 看一下更多的詳細資料 記得觸緊機會 我們的團隊等你 二目選擇 我們好歹 splash 五目選擇 選擇 開服